大家好,我是维哥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 士兵与火之歌系列的前传 统治家族第二集的故事 如果这期节目的点赞达到1610期 我会立即开启这个系列的更新工作 谢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故事开始 紧接上一集的故事 凭借着巨龙统治维斯特洛大陆的坦格利安家族 再次集中,却迎来了新的敌人 这便是来自世界列岛的挑战 传说世界列岛曾是多恩之地的一部分 当时他连接着维斯特洛和厄斯索斯大陆 当先民从大陆桥入行到维斯特洛大陆 并残杀森林之子的时候 这些森林之子便发动了反击 他们召唤出了威力巨大的魔法 将多恩之地给打碎 于是便形成了今天的世界列岛 后来自由贸易城邦中的密尔 里斯和泰洛西这三个城邦的势力 占据了整个世界列岛 接着他们就组成了一个叫做三女儿的王国 这军人无恶不作 他们甚至比海盗还要恐怖 他们牢牢地控制了维斯特洛和厄斯索斯大陆的贸易航道 至今为止 以航海贸易为生的海蛇科里斯 已经损失了死艘船了 这些人甚至还把他们俘虏的船员拿去喂螃蟹 这简直就是对坦格利安王朝的挑衅 因此怒发冲冠的科里斯直接冲进了御前会议 表示要与这帮人开战 但是国王维赛里斯现在却不想开战 因为这军人的背后是自由贸易城邦 贸然开战必将会动摇国本 接着他就表示会补偿科里斯的全部损失 让他把这口恶气给咽下去 但是一旁的雷尼拉公主却听不下去了 他表示完全可以派出龙骑士去解决这些麻烦 而且还能快速的在时间列岛上 树立其坦格利安家族的威信 雷尼拉公主的这番言论 很快就得到了海蛇科里斯的好评 但是首相澳洲却打断了他的谈话 表示他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赶紧去选择一个御林铁位 于是便和雷尼拉公主来到了海选现场 不过这些骑士是一群王公贵州 全都没有上过战场 只有一名叫做克里斯顿的骑士 曾作为步兵参加过非常残酷的多温边境战 所以很快 雷尼拉就决定让克里斯顿成为自己的御林铁位 不过首相澳洲立即提醒 表示这人只是一个管家之子 他的家族没有任何的背景 他也只是因为战功而身为的爵士 他劝雷尼拉公主还是要多多考虑 对王室有利的政治盟友 但是澳洲的这番话 很快就遭到了雷尼拉公主的否决 与此同时 克里斯夫妇在私底下找到了维赛里斯国王 表示现在的时局 风云变化 国家不可能没有皇后 于是他们想将自己12岁的女儿嫁给他 让瓦利利安和坦格里安家族实现政治联姻 毕竟他们的家族也拥有着瓦雷利亚最纯正的血液 或仅如此 他不光是七大王国里最富有的人 而且他还拥有着整个大陆里最强大的一支海军 这样亲上加亲的组合 会让坦格里安王朝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很快 首相奥托也知道了此事 而他也开始暗示维赛里斯 表示自己的女儿阿里森也是一个不错的人选 而维赛里斯国王也正有此意 在埃玛王后去世后 雷尼拉公主的好闺蜜阿里森 其实一直都在私下里和维赛里斯接触 随着两人的眉来眼去 交谈甚欢 他们的感情也迅速升温 这让国王维赛里斯一度有一种老夫少妻的错觉 而相比较海舌科利斯的12岁女儿 处处显露的是政治联姻的味道 于是高下立判 国王维赛里斯瞬间就做出了选择 接着他就在御前会议上 当众宣布 他要娶首相奥托的女儿为妻 并让他成为皇后 不过这样一来 他也失去了瓦列利安家族的支持 可里斯随即愤怒地离开了会议 而与此同时 在龙石岛上 戴蒙正拿着一把利剑与首相奥托的队伍进行的对峙 其原因就是戴蒙不仅擅自占据着龙石岛 而且还在岛上拿到了一枚龙蛋 而他表示自己拿龙蛋是要给自己未出生的孩子 但是首相奥托则是奉婆王维赛里斯的命令 前来娶回龙蛋 双方的人马剑拔弩张 就在这时 当戴蒙的绝红色巨龙克拉克修突然出现的时候 立即就分出了胜负 奥托觉得好汉不吃眼前亏 于是示意手下的士兵收起武器 不要做出无谓的牺牲 可突然 又有一条金色的巨龙从首相奥托的头顶上飞过 而这正是雷尼拉公主的坐骑徐拉克斯 而他的到来瞬间就让两方的人马势均里敌 现在双方都有了巨龙 戴蒙也不敢造次了 而这时雷尼拉公主告诉叔叔戴蒙 龙蛋对于坦格利安家族的关系重大 用他来威胁自己的父亲 其实是不治之举 如果你真的想当继承人 那你现在就杀了我 戴蒙听完 其实他对雷尼拉还是有感情的 而且也十分清楚 他现在的实力还不足以与国王维赛里斯开战 在经过一番思考后 戴蒙决定 干脆就卖给雷尼拉公主一个面子 于是就把龙蛋交还给了他 而在当天晚上 联姻失败的克里斯找到了戴蒙 他觉得戴蒙才是铁王座的继承人 所以必须要为他们瓦列利安家族主持公道 由于三女儿王国的实力在世界岛上大开杀戒 这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瓦列利安家族的航道 不但让他遭受到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关键这还是对坦格利安王朝的严重挑衅 所以这件事对于戴蒙来说 简直就是天赐良机 当凭三女儿王国不仅可以为戴蒙带来荣誉 更可以向他未来的盟友们展示自己的实力 既然戴蒙被克里斯的这番话给打动了 那么接下来 世界列导将会如何迎接巨龙的怒火 请接着收看下一集